大家 今天是2月1號 星期一 是2月份第一個交易天 股市表現真的是不錯的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 恆生指數先高開174點到28457點 曾經一度輕輕地回調到28382點 可是誠信 美團點評 大幅度上升 結果恆生指數就一直被拉伸上去 到目前大概3.15分鐘的水平 指數今天曾經一度是高見28982點 相對上個星期五的收市來說 在這一分鐘 指數大幅度反彈了699點 當然 從技術上來看 由於指數也輕輕地回升到20天上以上 那等於說 整個股市暫時的確是擺脫了 進一步下行的走勢 可是 大家還是要看一看 由於指數還是走在10天線以下 那等於說 整個中期上升之後 出現一個技術上的回調的走勢 暫時還沒有改變的 不過當然 從那個301891點 就是這個上個星期一看到的高位 到上個星期五的低位28259點 五個交易天之內 恆生指數內置的跌幅有1932點 這個跌幅也比較明顯 所以今天來說 有一點技術上的反彈 這個是很正常的 可是問題就來了 今天是二月份第一個交易天 已經出現699點的上升 那六月份信下還有很多個交易天 網購的走勢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很難說了 要是說 今天的低位是28382點 而網購指數暫時不會再低了這個水平的話 不要說多 只要這個月大概有1500到1800點的上升的波幅 那指數後一個階段還是會進一步上去的 可是 從上個星期我們看到 股市的確是已經開始進入一個中期反彈 之後一個技術上的一個回調 今天只是一個大幅度回調之後 只有一個就算反彈而已 那明天 後天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看一看的 就是也有一個看法 經過了16個星期的中期的反彈之後 要是股市出現兩到三個星期的回調也好 消化也好 其實這個是很正常的 當然 跌的幅度有多少 我們還要算一下 可是時間的確是需要這麼久的 還有就是說 農曆新年已經快到了 下個星期已經四了 那一般來說在新年期間 其實市場的資金還是會拉得比較緊的 今年會不會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要看一看 還有一點就是股市的上升 美團點評跟騰星的確是貢獻很大 可是這兩個股票 騰星在很幾間的10% 美團見到5% 這兩個股票大幅度上去的確對股市來說 還是有一個拉升的效應 可是不可能今天是這樣子 明天 後天 每一天是這樣子的嘛 問題就在這裡 要是說 其他的主要成分股 稍微也同步做好了 那股市的確是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憧憬在往上看 要是說 單單是美團 單單是騰星 我覺得很難每一天就是這樣子上去的 的確是很難 像今天連那個相關交易所的股價 也好像是在整股之中 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股市上個星期是跌的比較快 抓獲比較多的朋友 可能還是心大心小 不邪的把它賣掉 可是現在經過了 六八到七八點的反彈之後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稍微減一減低自己手楼上的股份 那直接考慮清楚了 因為股市本來已經進入一個 中期上升之後的一個正常的消化之中 問題這個消化的時間 到底有多久而已 要是說五天已經是過去了 圓成這個消化的話 我覺得時間上可能還是 有一點不太足夠 好了 下午的分析就說到這裡